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押的第六天之后遭到提讯 那么要来厘清什么 现在可以注意到的是 检方现在全面动起来 这是一个时间战 原因就在于柯文哲 他在昨天的时候 他是委由律师团队来提出了他的声明 包含说他现在已经确定了 他不提出抗告 而就在他一声明不提出抗告之后 马上的我们可以注意到了 在昨天的部分是省庆经 他已经被提讯了 再来就是今天上午的时候 包含了是这个彭震生 他也遭到提讯 那么在今天将近三个半小时的提讯 这个侦察庭过程当中要了解什么 就是要来厘清说三个人的公词 尤其柯文哲他在整个训问的过程当中 是时间最长的 有长达三个半小时 当然就是要和两人的证词来交叉比对 好主要来厘清什么 当然就是第一点 那么就是1500现在确定 并非是时间而是金钱 检方怀疑这就是他收贿的证据 再来第二点是什么 就是他有亲自批示怎么做都行快就好 究竟是不是由他来主导整个金华城案 导致图立了200多亿 这都是现在检方要来厘清的重点 再加上今天下午还有个最新进展 那么就是检联他们秘密传讯了秘密证人 他是一名前北市的官员 也将他找来了 包含说这几人的公词现在都要来一一比对 而我们也注意到了在结束了将近三个半小时的侦察庭之后 柯文哲的王牌律师团也走出了法院 王牌律师团有谁包含了是有陆正义还有郑声源 以及肖艺红 不过三个人面对镜头是没有多做回应的 想必刚刚在法庭上是经过了一系列的攻防 好那么再来注意到的是在周边 不论是柯文哲今天他是要来这个提讯 或者是他离开要还押看守所的过程当中好了 警力都是全面戒备就担心会有冲突 包含在周边我们也注意到有小草 零星的小草是低调的来到了球车道 当他看到柯文哲的球车一出来之后 是默默的说柯文哲加油 是希望说能够为柯文哲声援 好不过不论如何在今天的这个提讯的结果过程当中 可能都会找到一些新事证 如果有最新消息请持续锁定东森新闻 我们会有第一手的报道 以上是现场最新 自从柯文哲被搜索了之后 太太陈佩奇也连带成为关系人 虽然目前检方将他列为证人 不过据传他现在几乎没有天天回家 而是选择住在旅馆 而这样是为了躲避媒体还是为了躲避调查 一家之主不在了所以这家就不呆了吗 从连检开始调查柯文哲的政治现金案后 陈佩奇的行踪就很诡异 然后他打电话给我我在外面 我说好那我就 我从旅馆要回去 就从旅馆回去的时候 我发觉他在灭什么证 他在厕所里面洗澡大号 自己都说最近大多住旅馆是想避免出入不便 但10号中午一度有消息传出 陈佩奇被连政署约谈 他这才终于发布讯息 暴露自己的行踪 强调目前人还在台北市大安区 没有接到任何司法单位调查约谈通知 不过现在就有媒体人怀疑 随着柯文哲被收押 陈佩奇很有可能被转列被告 我的钱每一分每一笔 都是清清楚楚 刚刚经济明明白白来的 柯家的金流至今还是个谜 先前平面媒体就爆出 建方目前掌握的关键 就是柯文哲账户内收支不服的700万 而这么刚好在他和应嫂歪开便当会 以及金华成收到建照后 太太陈佩奇多次带着白花花的钞票 到ATM存款 甚至还分批存进儿女账户 本人变成了一个名人之后 我就很少去柜台了 用一个机器对我来讲比价没有压力 没有人有像你有这样子的问题 为什么唯独只有柯文哲有这样子的问题呢 一下说是首尾钱 稿费 演讲费 一下又说是小额理财 但这金额怎么样就是对不上 陈佩奇说法变变变 到底什么才是真相 无人知晓 现在家不回了 是真的躲媒体吗 还是怕连检再上门 同样有狠急的理由却没人能挡得了 东森新闻 吴才显 随欢 Terry澳岛 你知道金华城的这个 荣基奖励的事情吧 这你知道吧 大概细节我不知道的 柯文哲到底知不知道 就在议员猛攻直询下 想必柯文哲对金华城案 会更加小心才对 想不到金周刊又爆料 柯文哲在2021年 竟然在金华城子公司 顶月公司陈情书上 亲笔批试图产业局长 怎么做都行快就好 公王返不如大家当面确认 已经花了两个月 实任产业局长林崇杰 似乎装傻到底 传出当时底下公园 爱与长官交办只能照做 为了自保 将柯文哲亲笔批示影印纯正 现在都成为检调的关键证据 如果下辩签下条子 是他的一种习惯 那请问他对于其他重大的开发案 是不是也用一样的手法企图干预 过去揭露柯文哲写给彭震生辩签过 各种条子都在传达柯文哲的意思 就有柯市府公务员透露 要过的大案子都是彭震生当PM 不会过的就找李德权 因为彭震生是出了名使命必答 甚至有关键共犯共词声称 金华城公文有快速通关领域 彭震生担任主席的这样的案件 有通过的 通通都要把它拿出来 全部来彻查一次 这是一个司法的 征讯案件之中 在司法中 我们都尊重司法 我生前就 这个事前就有声明过 我的这个自己的事项 所以我谢谢你的关心 柯文哲任内 其中一位副市长林青蓉 终于现身回应金华城案 这次被卷入风波 屡次重申反对意见 城案到底谁在背后指示 轮廓已经越来越明显 德山新闻政治中心综合报道 除了有越来越多亲笔的批示 遭到揭露之外 现在也有对话记录 来当场打柯文哲的脸 为什么呢 关键就在于 朱雅虎的对话记录 朱雅虎是谁呢 他是台北市的前兵役局长 他现在已经成为 精华城案非常关键的 一个证人之一 就是因为金周刊报道 检调掌握了 朱雅虎跟应小薇的 WeChat通讯记录 里面就讲说 市长主动说您去找过他 我来面报主席 成败关键完全在您 这是朱雅虎跟沈庆金 两个人之间的通讯 其实也看得出来 柯文哲早就知道 金华城案 不然为什么会说 什么主动去找他呢 而且他也证实 是经过应小薇 介绍认识沈庆金 所以才会掩揽朱雅虎 来专门处理金华城案 所以后来 金华城的容积率 成功提高成840%的时候 当时沈庆金所谓的论功行赏 就给朱雅虎300万元 没有一个长官跟我来关说 决定不可能的 台北市前兵役局长朱雅虎 卸下公职后 曾转任威京集团旗下订阅公司董事长 31号柯文哲基亚提召开前 检调为了金华城案密讯他 就是因为疑似在监听应文中 提到朱雅虎和应小薇说 我有向主席报告 这时朱英二人想联手 促成金华城容积案 简直代表柯文哲 口口声声表示不知情 似乎是一派胡言 如今近周刊再爆料 朱雅虎与应小薇的微信对话记录显示 2020年3月12日 朱雅虎告诉应小薇市长主动 说您去找过他 我回来面报主席 成败关键完全在您 而且隔天朱雅虎又告诉应小薇 彭副市长请您鼎力协助 可见柯文哲早在当年3月12号之前 就已得知此事 而在高院撤销裁定书中 多次出现朱雅虎的名字 成为关键证人 朱雅虎坦诚是经过应小薇介绍 认识沈信金 沈信金给他年薪300万 专门处理精华城案 当年精华城容几率提高到840%后 还犒赏了他300万元奖金 朱雅虎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 因为他跟所有的官员都熟 而且他服务关系也很好 他跟应援关系也很好 所以他从中斡旋的机率是非常高的 不完全了解建筑 甚至都市计划法他都不了解 为什么他要当董事长 前方怀疑朱雅虎就是柯P 与小省之间抓出金楼的那条线 背后也可能涉及4300万商办 到底是不是精华城案的后线 因此检方能否突破住雅虎 让柯文哲的不明金楼变回公开透明 各界都在等着看 东西新闻政治中心最后报道 连朱雅虎都拿到了300万元奖金 现在柯文哲到底有没有拿钱 现在也是检方要调查的重点 那有可能不是他自己拿钱 而是木可公司拿钱吗 柯文哲可能都会告诉大家说 木可公司是一家独立的公司 跟他没有关系 而且他也曾经在记者会上讲说 这木可的账目除了财务长李文中之外 其他人都没看过 好像对于木可什么都不知道 当然不是这样 因为光是从李文娟的line 看得出来他们中间不但有非常多的金流 而且柯文哲明明就知情 根据了近周刊的报道 柯文哲跟木可公司负责人李文娟的line 对话记录现在也曝光了 里面就看到了柯文哲会讲说 哪一些是从木可公司支出 哪一些是从选举剩余款支出 这些我在找你讨论 显然柯文哲会这样讲就显示出 他根本从头到尾都很清楚金流的细节 整本账簿你知道吗 除了李文中财务部以外 我们其他人都没看过 因为我们就想说就相信他去处理 又是不知情全推给他人 柯文哲对木可金流真的如他所说吗 根据《镜周刊》报道 柯文哲与木可公司负责人李文娟 line对话记录 客层询问某知名媒体大亨的100万元处理进度 某知名食品厂负责人50万元到新故乡的账户 哪一些从木可公司支出 哪一些从选举剩余款支出 这些我在找你讨论 我认为李文娟只是这个木可公司的办事员 也就只是帮这个柯文哲处理财务的 那我不需要讲柯文哲从这个上个月 8月6号开始了每一天都说谎 对话中柯文哲还要求李文娟 两个月内告诉他关于众望 木可和新故乡基金会有多少钱可以用 法官因此认定 柯文哲对他所掌握的相关账户金流与支配 都巨细迷移的掌控 而非他之前所称的不知情 我认为柯文哲恐怕是一个拉得慢 但是在处理精华城市情就快就好的男人 所以在这个慢慢跟快快的掌握之间 我讲柯文哲是不是对于市民都有大小眼的状态 自己高举道德大旗就算 他又常常去检验其他政党 有整天跟人家比赖 老实讲那就是一个精神错乱 柯文哲过去建立的高道德标准人设 如今却成为弊案被告 尤其选举补助款7300万元 以及木可肖像权400万都还说不清楚 这些金流到底有没有勾计到金华城 目前是不清楚 有没有可能跟这个所谓 PG车手陈佩奇有关 我讲这是陈佩奇自己要去面对的 柯文哲滥杖风暴 没有因为羁押禁剑而跟着停歇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 观众朋友在北检的最新画面 持续要带您掌握 就在稍早几分钟之前 5点03分的时候 这个前民众党的党主席柯文哲 已经被还押 而且被戴上了球车 不可以看得出来 对比在提训三个半小时左右 其实他在稍早进去之前 仍是有戴上口罩的 但是在刚刚5点03分 正式被戴出来的时候 仍是没有戴上口罩 到底这三个半小时里面 问了什么样的讯息呢 我们刚刚也掌握到了 其实大约在四点半的时候 柯文哲的三位律师 已经布出了法院 但是对于媒体的询问 他们有没有更新一步的回应 我们稍后将会有 来自现场的最新连线 没有错 在今天的司法攻防上面 大家都认为就是柯文哲 他被提训了 尤其在这个包括彭政神 包括了沈敬金 陆陆续被提训之后 今天就换了柯文哲 大家有太多的问题想要问 第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这时候来提柯文哲 第二个问题是 柯文哲是不是完全 把律师全部都找来呢 针对这些诸多疑问 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的是 我们律师刘伟廷 伟廷哥你好 张伟好 大家好 好伟廷哥我们一个一个来 我刚刚讲 all in这个字眼 因为今天大家以为想说 律师应该只会来一位 但是陆陆续去包括 如果柯文哲委任律师全部都来了 这对于柯文哲来说是一个all in 或是 这个是柯文哲跟检察官的 提训第一站 如果今天检察官提问什么 每一个律师的专业 他都能够回答 能够回答的情况之下 才能够反击检察官吗 好 我觉得大家可能 对于律师这件事有点误会 我跟大家讲 一般律师法官或检察官 会是在开庭前一个礼拜 或甚至更长时间发通知 但是这个侦查程序是临时的 也就是律师这时间可能在别个地方都有停要开 但因为临时被通知柯文哲案 所以三位律师非常重视柯文哲先生 所以一定要到庭 可能把别的工作别的案件都先放在旁边 或请别人来代劳 而亲自来开柯文哲案 但是我跟各位强调 开柯文哲案并不是律师可以在那边跟检察官一直互动的 并不是 因为检察官在侦查阶段 主要是问柯文哲相关的案件事实 这个东西你有没有看过 这个东西人家这样讲 你怎么回答 律师呢 就坐在旁边 坐在后面 主要的功能是什么 防止检察官刑求逼供 包括说 你如果都没有律师在 检察官有没有说 那个我跟你讲 审刑经都讲了 都说是你 如果过往我们曾经遇过像调查员 或者是警察用这种诱导 或者是骗笔录的方式 如果有律师在场 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那当然律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今天柯文哲被问什么 律师会记录下来 他会记得 柯文哲你上次在某一天 开庭的时候 检察官问过什么 你什么问题 你怎么回答 接下来也会是 检察官拿什么东西给你看 律师赶快要到旁边去看 刚刚这个是昨天沈静晶讲的话 这个是上午彭正生讲的话 律师就要旁边记录 彭正生讲了什么 沈静晶讲了什么 才在未来做工房的时候 有一些基础的材料存在 否则侦查不公开 律师什么都看不到 也没有办法阅卷 是不知道到底检察官手上有什么 所以透过这个开庭的过程 能够了解更多一些蛛丝马迹 所以律师想尽办法一定要道题 伟林哥你刚刚提到一个关键点 彭正生 沈静晶 昨天跟今天都一起被提讯出来 现在大家外界在指的是什么 关键就在于 会不会有咬出一些什么 或者是说今天周刊报的 三本的账本 包括了这个沈静晶的部分 他行贿 彭正生的部分 他或许会知道的更多 甚至有图力的 所以今天这样看起来 检方是专攻所谓的金流部分吗 不只有专攻金流 我跟大家分析一下 昨天沈静晶来 铁定要跟行贿收贿有关 就是跟金流有关 跟账策有关 因为沈静晶主要的 在这个案件当中的角色就是 我是个大金主 我想要通过我的荣基奖励 所以我可能会行贿公务人员 所以检察官要问沈静晶的是这一块 当然今天下午 就会拿沈静晶昨天讲的话 给柯文哲看 柯文哲 沈静晶这样讲 你认为他讲的有没有道理 或他讲的有没有问题 接下来第二个问题 是关于彭正生的 彭正生比较关系的是什么 涉及到图利罪的部分 涉及到在金华城 怎么会通过20%容器奖励 是柯文哲一直叫办你做的吗 你有因为柯文哲强力的指示你 下条子给你 叫你必须一定要过吗 还是其实你都是依照都省委员会开 开完以后 承报上级 市长柯文哲 柯文哲就说请依法办理 所以该办怎么办 不能办就不要办 是这样子吗 当然早上彭正生的证词 就会拿来下午问柯文哲 彭正生这样讲 你有什么意见 彭正生讲都是你交办的 你有什么意见 所以你有听到一个非常大的关键 包括彭正生 包括了沈建金 他们的证词拿去问柯文哲 柯文哲这时候只要一步错 步步错 他就会被检方抓出更多的辫子 抓出更多的辫子情况之下 他就逃不掉吗 没错 其实特别注意的是彭正生 因为对沈建金的证词 或许沈建金自己通通都会否认 可是对彭正生 他是上下隶属关系 我们遇到通常下属 一定通通推给上面 一定推给长官 都是长官指示 都是长官交办的 而长官一定都说 我什么都不知道 都是下属去做的 所以就会有两个互咬的结果 这个也是检察官 最想看到的结果 当互相开始咬的时候 彭正生 柯文哲都说是你做的 彭正生你拿出证据 证明不是这样 彭正生就拿出一堆 没有 明明就是柯文哲 你看有条子 你看这个上面它有下指示 那对柯文哲来讲也一样 他就会拿出 明明都是彭正生给我的报告 所以都是彭正生去做的 我都不知道 就会变成一个互咬 这也就是狗咬狗 检察官最想看到的结果 最后结局会变什么 两个都重判 因为互相都拿出 对对方不利的证据 两个都变成明知违法 然后两个都重判 所以这个是有点像 心理学的囚徒困境里面的 就是为什么 包括了柯文哲跟沈宁静的 共词非常重要 你刚刚有提到一个关键 检察官就在等双方来互咬 因为这个互咬 其实是双方律师也非常care 如果今天彭正生说 没有是柯文哲交办 我去做这件事情 那柯文哲当然会有徒例的可能性 但今天如果检方查出 彭正生有收贵 那这样彭正生收贵 那我柯文哲是不是就能说 好啊 因为是你这个彭正生收贵 所以跟我徒例没有关联系 他能够这样来主张 能够让柯文哲自己全身而退吗 当然不是 他能够做的只是 柯文哲我本人没有收贵 所以我没有违背职务收贵罪 但徒例归徒例 我还是因为明知违法 而有利于金华城案 还是涉及徒例罪 结果就会变成 柯文哲徒例罪 然后这个彭正生 徒例再加上收贵罪 就会变两个不同的结果 所以不会因此让这个柯文哲 完全可以全身而退 所以这样听起来是完全双输位 所以今天不管是彭正生的证词 柯文哲的证词 或是省 省清晰的证词 检方在玩的这一套 就是互相咬来咬去 接下来就是看金流 而且今天比较不太一样的事情 我们下午有掌握到消息 今天检方还特别约了秘密证人 我们为了要守他守了非常的久 好 这个秘密证人 基本上我们现在有传言 是这个台北市府的人 好 对 跟这个金华成案是有关系 约秘密证人是要证明什么 以及要咬出什么吗 对 他既然是在市政府里面服务 一定就跟都省委员会有关 就会跟这个都省 为什么会通过额外容积奖利20% 而且市府强力主导 原本已经被监察院纠正了 为什么还要特别拿出来 而且拿出来以后 还额外的翻盘 给更高的容积奖利 这个就会问市府的员工 当初有没有人给你 一定要这么干的这样子的指示 或者是你不想这么干 他会告诉你不行不这样干 你一定得这样干 就会由最基层的这些市府员工 我没有收到任何好处 但是我却收到上级的压力 要我做一些 我觉得不应该做的事情 在这种状况下面 就可以拿他的证书 去指认他的上级 是不是有明知违法 而强力的指示员工 做违法的事情 没错 刚刚其实律师刘伟庭 他提到几个关键 帮大家来做一个整理 第一个是金华城的部分 他们现在要来查 包括秘密证人 包括彭震生跟柯文哲的证词 互相咬 这是关于金华城的图利 以及收贿 另外一块 其实我们刚刚还没有提到的是 最关键的木可金流 木可金流 为什么最近大家 一直在focus在这个上面 因为这是 被形容是柯文哲的小金库 小账户 而且周刊也指指了 现在检方 各个的方向都往这边来查 如果相关的金流 都留到这个地方 柯文哲 他还有办法来做一个辩解吗 好 我跟大家说明 柯文哲有三个地方 可能可以收到钱 第一个 政治现金专户 第二个 他的基金会 最后一个是木可 前面这两个都被高度的监管 所以要钱进去可以 合法的 那也用在正确的用途 但是木可公司 为什么大家说他小金库 因为是一个私人公司 他钱要怎么用 没有人管 所以我们不管是任何人 包括检察官或律师 我们都可以想象 钱进木可 是柯文哲在弹性运用他钱 最好的方法 所以我们的魔鬼 一定藏在木可里 好 魔鬼既然藏在木可里 我们就要去查了 有任何从木可的钱 进到柯文哲 包括他的家族 小孩 太太 自己 甚至他的父母亲 或他的姐妹 只要有这些钱 进到他的亲人账户里面 我们就会高度关注 那包括前阵子查到一笔 柯文哲有收到木可 四百万的肖像授权费 类似这样的钱 通通都是现在检方高度关注 再来我们跟各位强调 如果我是省金金 我是一个企业组 我会不会去支持 各个政治人物 不只柯文哲 我可能也支持很多人 但针对柯文哲的部分 我去支持他 有没有在时间上 有一些关联性 例如说 我平常每年 我都给这些政治人物 一个人两百 一个人三百 但是过了金华城案 我突然给了他三千 假设 而且我都是合法的 我透过政治现金 我透过基金 我捐助 光这些也会让检方觉得 为什么你要突然之间 增高你的捐赠金额 这个就会让省金金去做说明 更何况如果假设 正好遇到竞选期间 我们看到 怎么会有很多匿名的人 用个人的名义 一个人给了九万九千 九百九十九啊 而这些人刚好一查 好像都是微经集团的员工 如果发生类似这样的事情 也会让人高度的怀疑 是不是你们有达成某一种协议 在某些状况下需要钱的时候 你就会大力的去支持 让他的选举更顺利 在这种状况 就有可能被检方认为 是不是有行贿跟收贿的问题 好 没错 刚刚律师讲了就几个重点 第一个 金华城的东西 徒利跟收贿 他们两个互相咬出来 第二个是木可金流 到底有没有转到 柯文哲私人账户 有些钱可是要讲明白 还有沈静金 他如果每次都做政治献金的话 突如其来的金额 也会让检方觉得很奇怪 会不会有收贿的可能呢 好 今天以上是我们 今天的律师的分享 谢谢韦庭哥 谢谢 谢谢大和 那以上是我们的最新情况 把时间镜头还给彭内主播 好 主播各位观众 带您持续来关心 金华城的案件 我们现在人就在台北地检署 现在在稍早下午1点16分左右呢 球车抵达北检 而从球车上来下来的人呢 其实就是民众党主席 也就是前台北市市长 柯文哲 您可以看到呢 他是身穿北索黄色的制服 双手被上铐 并且呢是穿着这个蓝白托 来到这个地检署 因为今天下午呢 北检是首度传唤 柯文哲要来厘清所有的事情 那么其实呢 我们也可以知道是 今天上午呢 北检的动作就已经平平了 因为他先传唤了前台北市副市长 彭正生来进行训问 那么这训问两个小时后 结束之后呢 紧接着下午就换借题柯文哲 来到北所来进行厘清 那其实他们两个人呢 都是涉犯同一个罪名 遭到羁压禁件 也就是这个贪污制罪条例的这个图例罪嫌 他们两个呢 因为呢这个犯嫌是重大 然后又不排除说 可能会有灭阵 串阵逃亡之余 所以呢是遭到羁压禁件的 那么他们两个呢 在今天都是首度遭到北检 来进行借题 要来厘清整个事情 毕竟说这个柯文哲 他虽然表示说 他自己对于这个金华城的案件 都是不知情的 全部呢都是交给这个相关的都委会来进行 不过呢这个说法呢 对于检方呢是不太给彩信的 所以必须还要来厘清 包括说还有相关的金流部分 虽然说他表示呢 都是交给这个陈佩奇 来进行账户的管理 不过呢 还是有一些不明的金流 要来厘清 说到底是从哪边来或者是要给谁的 加上说在客观者的家中呢 还找到了一个关键的USB 这个USB上面就是写的 小省1500省庆金 是不是就是这个威京集团的主席 省庆金把相关的这个金流 1500万给了客观者呢 这都是检方现在 今天下午要来进行厘清的一部分 就是要来找到说相关的金流 或者是说他到底有没有徒弟收钱 等等都是要来厘清的 也不排除说检方今天来进行借题的传讯 有可能也是找到了相关的新市政啊 或者是掌握到了新的金流 这都是要来厘清的 那就是现场以上的最新情形 时间镜头再交还给棚内 查不尽消息 北检持续追金华城的案件 而就在今天客观者遭到收押第六天 目前省出来 上午呢将借题客观者来厘清 相关金华城的案情 好主播各位观众 另一时是来关心金华城的案件 我们现在人就在台北的祭典数 今天上午九点多的时候呢 其实北检呢是首度来提去前台北市副市长 彭正轩来到这个北检进行讯问 其实呢因为他在这个月二号的时候呢 是涉犯贪污图利的这个罪嫌呢 是遭到羁押禁件的 那么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 他是走在整个队伍的最后面 那是由法警呢来到 带着他进到这个地检署 您可以看到呢 他的整个身形呢是明显憔退了许多 而且呢他是穿着外套 并且呢是穿着蓝白拖双手 甚至还是被上扣的 那是自己呢来步入北检 那他在这个月二号的时候 是涉犯贪污图利的罪嫌 遭到羁押禁件 虽然说他的律师呢是有来身体提告 表示说这个彭正轩因为身体不舒服 唯有所以呢是没办法羁押 不过呢法官最后还是裁定 认为说他人他这个犯罪嫌疑重大 因此是有这个串阵 灭阵已逃亡之余 最后还是裁定来羁押禁件 毕竟呢他在这边简连讯问的时候 他其实面对这个检察官 以及法官的说法 都是说他整个对于金华城案子 都是由这个柯文哲指办 并且呢是他只是负责 听从来做这个事情 并没有任何贪污图利的可能性 不过呢法官是不这么认为 最后裁定羁押禁件 那么他其实从这个月九号的时候 被羁押 来到今天已经在看罗嘱 度过了八天 首度呢是遭到检方来进行提讯的 那么其实我们也能知道说 昨天检察官已经先提讯了 这个选庆金 今天呢上午又马上来借提 这个彭震生 不排除检方可能有掌握到 新的重大证据或是试证 所以必须要来厘清 那么以上就是现场的最新情形 时间镜头再交还给彭内 好没有错 我们来继续关注的是 柯文哲案的最新发展 尽管柯文哲不提看告之后 检方的动作还是平平 今天早上的时候 他特别又在提讯了 当时的副市长彭震生 但是比较诡异的事情是 不到30分钟的时候就结束了 彭震生现在已经 还押到台北看守所去 而今天的重点 会不会就跟所谓的 金流是有关系的 尤其是这个所谓的汇款 留到了彭震生这个地方 还有留到哪里去呢 以及相关的证词 彭震生会不会咬出来呢 未来可以关注 好不过今天大家更关心的是 今天早上周刊又一连 报道了好几篇的报道 好我们直接为大家 懒人包做一个整理 关键就在哪里 这几篇的报道 只像一件事情 就是关键的三个账本 其中包括了 沈庆经微经集团的 行贿账本 第二本是关于 木可金流账本 第三本是关于 柯文哲的私账的账本 我们一本一本带来看 其中第一本 是沈庆经的账本 里面有写到 他说这个微经集团 他总共编了两次的公关费 总共金额4.3亿元 目前有抓到金流 是应小微的金流 应小微的金流 里面总共有4500万 他分别是用八家公司的名义 汇到应小微下面的 四家基金会 用洗钱的方式 最后应小微拿到4500万 但另外一个关键 1500万呢 这几天大家在吵 都是1500万 包括了USB里面的档案 包括大家传言的 很多种的说法 其中周刊有报道说 这所谓的1500 根本不是时间 因为他把所有柯文哲 当天的时序 全部都调出来 在1500当天 柯文哲确定是跟里长来见面 所以这个时间说 就已经不在这里面了 所以现在怀疑 是不是跟金钱是有关系呢 尤其是最关键的事情是 检方又找了新的帮手 来查金流 这1500是不是就见指 这所谓柯文哲 收贿的1500万 未来可以看 好 第二本的 这个所谓的剧本 所谓的账本 就是所谓的木可账本 这个木可账本 金额至少是7300万 这个重点在哪里 就是柯文哲不是都说 他不知情不知道吗 没有 柯文哲或许是里面 最聪明的人 因为简连 把所谓的对话记录 还原了 掉了出来 发现他跟李文娟 就是木可的负责人 李文娟的这个对话记录 里面发现 其中柯文哲有曾经问他说 这个知名大亨 媒体大亨给我的100万呢 以及知名的食品负责人 给我的50万元呢 另外里面还有提到 哪些是从木可支出的 哪些是从选举的剩余款 来支出的 请问我还有多少钱可以用 最后还特别写到 我会再找你讨论 表示什么 柯文哲全部都是知情的 而且木可金流 也高达了7300万 好 第三本的账本是什么 是柯文哲的账本 现在对于柯家来说 难以解释的东西太多了 第一个是 木可给柯文哲400万元 当时说是肖像权 但检报要查 确定是肖像权吗 还是用一些透过小物的方式 来进行转 转一转之后 最后转到柯文哲账户里面去 第二个是700万 这个700万 陈佩吉第一时间有解释 当柯文哲去演讲 当柯文哲去上节目 这个钱我就会把它收着 这个是700万的由来 但是钱有这么多吗 检方是咬定他的收支不符 好 第三个是什么 柯家的子女 原本说是只有几百万 但是你可以看到 现在检方查出来是 至少超过了600万元 那这些钱真的有到这么多吗 这个柯家的收支不符 就是检方未来要咬的重点 好 另外第四点跟大家提到 是金华城案 柯文哲跟彭正森的关系 检方一样是用这个对话记录方式 以及诸多证人的方式 来进行勾串 他发现说呢 柯文哲有一套 所谓的PM育人数 在北市府当时有个传言 就说要过的案子找彭正森 不要过的案子找李德权 那这一次金华城的案子 特别是找彭正森过来做 而且很多的公务员 以及相关的证人 相关的被告都咬出 这起案件你要送公文到柯文哲那里的时候 不是放在桌子上的他批 而是要柯文哲当面看完 他马上来做一个财事 所以表示柯对于这些案子 非常的重要 以及两人对话记录当中 有写到柯有回传说 竟然是共事诀 那就这样来解释 这样来解释 是不是被检方认定说 是不是把全部的过错 都推给彭正森 要么把所有的过错 全部都推给都省委员呢 这些包括从金流 包括推卸 包括柯文哲知情 就是这次周刊爆料的三个重点 未来解释会不会从这边来继续抽丝剥茧 我们可以持续的观察下去 好 以上是我们掌握到最近情形 把闲镜头还给棚内主播 谢谢大家 这个阶段